6月1日 中共卫健委通报疫情 江苏男子感染H10N3禽流感病例 这是全球首例人类感染H10N3的病例 据大陆媒体报道 中共卫健委6月1日通报 江苏省发现一例人感染H10N3禽流感病例 患者男41岁 现居江苏镇江 4月23日出现发热等症状 4月28日因病情加重收入当地医疗机构救治 患者目前病情稳定 5月28日 中共疾控中心测定结果为H10N3病毒阳性 其实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 但是按照他发布的新闻来看 大时没有出现人传人的现象 就避免接触活性吧 中共官方通报和官媒报道 都没有交代该男子是如何感染上病毒的 在此之前 全球还没有H10N3感染人的报道 中共卫健委专家认为H10N3未具备有效感染人的能力 此次疫情为一次偶发的勤传给人跨物种传播 发生大规模传播的流行风险极低 但路透社引述联合国专家菲利普·克拉斯的说法 H10N3并非常见的病毒 到2018年为止的40年间 仅有约160起个案通报 大多数发生在亚洲以及北美洲局部地区的野鸟或水禽 迄今尚未在机枝身上检测出 该专家认为有必要确认病例是否为新型病毒株 据了解禽流感病毒有很多亚型 有的只在禽类之间传染 有的可传染给人 如H5N1、H5N6、H7N9和H1N1等能传染给人 其中前两者的致死率高达60% 新探的记者雄斌李佩玲采访报导